大家好 我是Linda 我現在人在南港展覽館二館 今年的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除了一館原先四樓滿滿的都是展覽以外 他們也擴張到二館這邊來了 二館的一樓這邊是領土建局多 現在就來看看有什麼吧 現在Linda來到K-Plus的攤位 去年2018年有看Linda台北國際車展的影片的朋友應該知道 當時Linda介紹了一款叫Oltra的安全帽 現在2019年就已經上市囉 簡單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頂安全帽有什麼特殊之處 隨著安全帽它會附贈兩種款式的磁吸的側片 它很簡單的可以這樣拿下來 所以平常像我們爬山比較熱的話 就可以把側片直接拆下來 封孔讓它大一點這樣比較透氣 但如果你想要再進出一點點 可是又不想要太悶就可以用廣狀的側片 那當我們例如想要去參加可能三點比賽 需要很Aero的話 風阻低一點就可以用全部包覆起來的側片 那因為它是磁吸式的 所以拆卸跟安裝都非常非常的容易 大家看到展示櫃裡面呢 風鏡一樣是有可以放近腳的位置 那上面它側邊也有做膠條 讓你可以防滑 帽扣的部分它一樣是用K-Plus最經典的磁吸式的帽扣 非常輕易用單手就可以操作 然後跟以往的款式不一樣 是這款呢它已經變成有一個很可愛的雷射雕刻 Logo在上面 這款全新的Ultra安全帽呢定價是6580 4月底在K-Plus的所有朋友都可以買得到喔 很喜歡Beyonkey綠的朋友們呢 現在Linda就來到了Beyonkey的代理商攤位 在展位上面我們可以看得到 現在XR4的碟下板均都可以買得到的 那因為是正在展出的關係 雖然它們是整車展出 但是購買販售的方式 其實它們是資產賣車價 那剛剛有問一下代理商這邊的工作人員 因為Beyonkey其實也在歐美市場 他們都已經住了Area E-bike 班 但是因為一些法規跟電壓的問題的關係 所以目前台灣的市場是暫時還不會進來 Acer的主公司 XPROVA 2018年的年底 剛剛上市了NOZA訓練台 大家看到它現在很辛苦的 正在上坡嗎? 現在就算下坡 好難怪你們表情很輕鬆 那除了訓練台以外呢 還有車表也是他們的主題產品 好Linda在XPROVA的攤位呢 看到一個很特殊的Mockup 它其實現在還在測試中 就是它只是一個模型 還沒有真的做出成品上市 可是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的好 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到這個是一個 有心跳 可以測你的心跳的手錶 那它很特殊的是呢 上面這個錶是可以完全懸下來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當作車錶掛在前面 但是你把它當車錶的螢幕看的時候 你這個手錶還戴著 它還可以繼續測你的心跳 就不像三鐵錶 你整個拿下來的時候 你就沒有心跳的速度可以看 我覺得很期待他們可以真的 把這個成品做出來 應該對車友來說 會非常非常的實用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兼顧 三鐵錶跟車錶 我們可以選一樣 A點就是拜 所以我們就是從清邁的位置 騎115公里到達拜這個地區 拜的左上方就是緬甸 右上方是寮國 所以已經是太北跟其他國家的接壤的地方 那大家看一下 這是這個活動的第一天 就是這最主要的路線 起點就是清邁的 有點類似像我們南港展覽館這樣的一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開始往上騎 一路一直走到拜這個小鎮 這條路有什麼特殊 這條路號稱它總共有762個彎 大家看我就是身上 像我今天特別穿的這件T恤來 就是我騎到的那個地方去逛了他們 夜市覺得這762個彎 實在是太刻骨銘心了 一定要買一件衣服來紀念一下 好接下來大家看到這個補給很誇張 對不對我一看到整個眼睛都亮了 一大早先去會場集合 先給你吃一頓早餐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早餐很特殊喔 這是泰國的 一般車友大家都知道 就是香蕉是最快的能量補給 但他們的香蕉跟我們不一樣 它吃起來比較像台灣的芭蕉 我自己不喜歡 但是我的攝影師超級愛 因為它就是會有 有點QQ粉粉的口感 然後又有點酸 不像台灣的香蕉這麼甜 還有糯米 因為青麥的人的主食是糯米 因為他們以前是做農業起家 需要大量的勞力運動 所以他們是用 糯米會比一般的米還要持久 他們是這樣跟我講的 所以他們都吃糯米 再來就是各種烤雞肉串啊 烤豬肉串這樣 這就是單車活動的補給 MING PAO UCHO Giniginig by bwd6